很多人练习的时候明白这个词 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肢体上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完美 太极拳要求屈中求直 那么对于上肢来讲 你是在自然温趋的状态上 达到了你非常直闭的状态 实际这就是什么 自我的感觉和自我的感知 这是我身的最直 但是太极拳要求这是错误动作 那么它要求什么 弯曲伸直 在弯曲的过程当中达到了我伸直的感觉 这是在肢体的要求是弯曲的 感觉是伸直的 那么对于下肢来讲也是这样 尤其在一些犬术当中 它要求是前腿自然前弓 这是很正常的 那么后腿是什么 强调的是自然登直 那么自然两个字 就说明后腿不是完全登直 有点微曲 微微曲 那么微曲的效果又是什么 就是我们另一个太极拳的理论 松腰沉宽 只有你七关节的微曲 才能更好地达到松腰沉宽的作用 所以我们有时候练习的时候 要求你把两个七关节微微弯曲以后 产生一个自然的弹性 能不能产生一个自然的弹性 这也是检验你后腿七关节 能否自然弯曲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我举个例子 比方是 云术 好 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阳极 对 这个叫阴极 七道单 一个阳极 一个阴极 对 那么阳极声音 阳极声音 阴极声阳 哦 这个是阴极声阳 伸上去了 七道背 这个是阳极声音 七道腰 哦 到腰的位置 你不要动啊 看着啊 就开关这手的关系 到这 松松肩 七道的往腰去了 如果听得到这 它下不去 对 到这 七道往腰来了 到这个位置以后 才一中心 哦 这东西 它都带过来 到这边 左手为阳极 右手为阴极 对 对 对 这就对了 松 太一杯 哦 那么 左手为阴极 右手为阳 左手为阳极 右手为阴极 哦 阴极声阳 起到背 阳极声 起到腰 就又开始中心 哦 又开始背 这 哦 不行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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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 不光是走圆的过程 还这个阴极跟阳极的区分 对 也是 到极限就变 对 在这范围之中 不能够过 对 锅呢 也不要紧 知道这种误差 嗯 那么 我们练权的过程 就是刷小误差的过程 嗯 刷小了误差呢 气的流量就加大 太极权的水平呢 就会提高 圆弧动作一定要松静 轻柔 沉稳 缓慢 自然的进行 越轻松越自然越好 练习太极拳要达到活的静定 气势必先圆满 至圆才能治活 所谓圆则活 方则治 只有理解并遵循太极拳的运动规律 才能做到圆活连贯 犹如行云流水 邱老师 这太极拳当中的这个 这个联活圆贯怎么去理解 其实很多人在练习过程当中 往往忽略了这个 圆活 实际上是对肢体的要求 一定要松下来 只有松下来才能达到圆活的状态 那么连贯实际就是练拳的这种速度了 和动作之间的衔接 那么一般来讲 太极拳要求是连绵不断 也就是要求是一气呵成 无论你动作的高低 动作的速度的快与慢 动作之间的衔接是一种内在 实际强调的都是什么 身体内在的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 一定要有一种圆活 然后才有一个连贯 通过内心而发的动作 这种连贯起来 所以动作才给人感觉 这种美 是种享受 这样串联起来 就是一种完整的套路练习了 那么它在这个机器方面呢 实际上在推手过程当中 这种连贯性是必须的 比如说我们推手 一般都是讲了四个原则了 听话拿发 这四个原则是终结不能断的 只有一个衔接一个 才能产生个非常好的动作效果 原和连贯 说起来呢 很复杂 其实呢 万法归一 还归到这个运动体系身上 运动体系身上叫 变 在这个胎基球里面变 不要出这个界限 不要出这个界限 手转到外边呢 叫阳基 它里边呢 是阴基 那么感觉气 到阳基的时候呢 就变 感觉到阴基呢 就变 它一定是圆火连过 如果走得过了 因为的误差大了 它就不能够连过 它看起来复杂呢 它并不复杂 有缩小运动的误差 阳即声音 阴即声阳 从丹铁洞 带动全体 在这个胎基球 里边变 到极限就变 它就连贯 圆火 超过了极限 有了明显的误差 它就不能用 圆火 也不能 你要说 跟书法这么介绍 一个连住一个 它就连好 连弯 动起来 身上的大圈 是一样的 我常常跟学生们讲 我们练拳的时候 像没有拿笔在鞋子 我们鞋子的时候 好像拿着笔在大圈 那么也觉得笔等于手 加长了一刀 打拳的误法 是一样的 民家们通过很多具体的招法 向我尝试了圆的内涵 太极拳中 画圆形弧 无处不在 生活中也是如此 我们的问题 在于不会合理地使用它 在我们眼中 它往往只是一个形状 一条轨迹 其实它是一种方法 更是一种境界 凡学武术 必先从套路学起 学习套路是知己的过程 拆招的训练 可以帮助你真正理解 套路中每一式的动作 和它临敌时无穷的变化 众位名家将把各自的绝招 攻诸于世 见招拆招 且听下回来 欢迎收看运动空间 在今天的节目中 您将看到 太极拳秘境 太极正宫节中说 太极者远也 无论内外 上下 左右 不离此远也 化圆形谷是太极拳 重要的运动特征 更是积极实战的秘诀之一 世界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就是圆周运动 大到天体 小到原子 我们的古人在几千年前 就有了天元地方的认识 圆是完美的 饱满的 平衡的 圆在太极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 从太极拳的权力到太极拳的动作体现 再到太极拳 圆活连贯的风格 从有形之圆到无形之圆 从平面之圆到立体之圆 圆无处不在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太极拳中的圆呢 赵宝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下属的一个镇 始建于春秋时期 距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 他南傍黄河 北一太行山 一代宗师 和氏太极拳创始人何兆元 就诞生在这里 如今 和氏太极拳第六代传人何有路先生 为和氏太极拳的传播而心仅工作着 我与何有路先生在多年以前 曾经有过一次会面 当时他演练了和氏太极拳 清零圆活 富有韵律感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一次在赵宝 在黄河岸边 我有幸与他进行了一次更深入的交流 和氏太极拳的圆 我觉得是最能够体现和氏太极拳特点的 在他的这个来回起伏转折当中处处都在圆 您是怎么对这个理解的呢 和氏太极拳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活圈圆 它整个在动作当中处处走圆 太极拳就是以太极这个理论来指导这个武术的练法的 太极最直观最形象的表述是太极图 太极图首先是一个圆 你比如他第一个动作 他一出来就是一个圆 这两个手 两个手中间的这种就是在 对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圆 对 都在画圆 还有这个动作 这个也是一个圆 对 平圆 对 把它走出来了 然后有这个立圆 有平圆 有这个斜着的圆 最后形成一个太极拳 要求的混圆状态 这个圆的话 它其实你像太极拳讲究的是 四两薄线筋 以柔克钢 这种表现形式 这种运动方法 最能表现太极拳 这种技技的效果 你比如太极拳都讲究一个 接引画发 有的也讲究 彭驴几岸 用一个圆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整个就概括了 对 你比如说一个手的圆 这手一出来以后 这么一个圆 这本来就是一个 接 引 画发 对方这个拳打过来的手 你看 这是一个接 如果对方那个力还要过来 这就是引了 引过以后马上就发了 就发出去了 对了 这是一个接引画发 这是一个手的表现 如果两个手的表现 都用这个圆来表现 它这个技术就非常丰富了 就是所谓太极拳要求的 挨到何处何处走 挨到何处 何处发 如果把周身这个圆全部加起来 它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多的 以一个圆来引出它的千变万化 太极拳是圆的运动 圆是太极拳自身的运动规律 练习太极拳必须在圆的运动形式上 体会手法步法和身法 人体在运动时以腰脊为走轴 却是更多的 拳植入练习太极拳